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关注来自扶贫攻坚一线的报告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受教育程度低是老少边穷地区贫困的主要症结之一 教育发展之后往往是贫困地区最突出的短板 云南省宁浪宜足自治县地处川边两省交界处 是一个集老少边穷于一身的国家级的贫困线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去当地看一看扶贫攻坚是如何补上教育这块短板的 春节刚过 丽家市宁浪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侯世荣 就来到了玛丽平村 精准扶贫 精准实施是关键 今天他要为这里的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工作 玛丽平村是一个摩梭族 扑米族和汉族混居的自然村 78户村民中只有20多户 近年新秀了住房 其他三分之二都还居住在有着七八十年历史的图木结构的房屋中 侯世荣一圈走法下来 全村78户村民中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就有21户 人均年收入不到2800百元 一年有多少钱了收入 一年啊 5000块收入的衣服了 5000块个月 5000块不得 5000一下的 5000一下的收入 侯世荣走访的这一家 男主人叫马新祥 女主人叫文长命 家里有三亩地 只能种点土豆和玉米 经济价值低 加上饲养的几只鸡和两头牛 一年辛苦到头 一家四口 人均收入也就1000元出头 夫妻俩其实也想过出去打工赚钱 但是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 因为文化程度太低 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大哥你读过几年误啊 我读过四年试 四年试 四年试读过一个云才是 三年试比你 哦 那咋骗 但是我没读过 跟她打工都打工不去 当她打工不去 可是如果打工你就不要了 不是 夫妻俩说 因为从小就经济困难 他们都没有机会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们现在最大的指望 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能够好好读书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 远离世世代代的贫困 按照现在国家的政策 还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女儿马红英和儿子马红军 不但免除了学杂费 每年都还有1500元的生活补助 两个孩子都在学校的尖字班 在这间四面透风的木棱坊中 姐弟俩的奖状贴满了大半面墙 年纪13名是吧那个奖状 年纪一共有多少人 475个 475 那很厉害 有什么样的信念吗 靠到合学校 然后找到好的工作 就是让父母享受一下 满墙的奖状 无疑是这个破旧灰暗小屋里最耀眼的装饰 然而守着这些奖状 祖孙三人平时只能挤在这张小小的单人床上 四面的木墙都有大大的缝隙 冬天冷的时候 他们只能穿着衣服睡觉 我看到床后面有一张布板是吗 就是这样刮风的时候会稍微挡一下 祖孙三人是怎么顺着在床上 谁睡中间 谁靠墙 奶奶睡中间 弟弟靠墙 为什么弟弟靠墙呢 弟弟小 最暖和墙 寒冷昏暗的环境 却无法磨灭马红英的斗志和梦想 再过几天 学校就要开学了 他正在这张桌子上 借着门外的光线 抓紧复习 根据统计 目前宁浪县 精准扶贫 设计13189户 建档利卡贫困家庭 其中教育精准扶贫 建档利卡户 设计学生 共10480人 他们当中像马红英一样 希望通过教育 改变命运 脱离贫困的孩子 并不在少数 尽管大年失误还没过 但是在宁海民族中学 高三学生 已经提前开学了 教室内 每张课桌上 都对着一摞后护的书 教室外 就是他们梦想走出去的 延绵大山 他叫马佳佳 在上学期的寂寞考试中 成绩在文科班 怀孕第一 我看你穿到不厚 也不是很冷 然后就是要穿少一点 上课的时候 比较有精神 马佳佳的家 在全县最为偏远的西部河江 从家到学校 需要坐三个小时的汽车 再走三个小时的山路 家里三个孩子 一家五口 守着大山中的积母泊地 母亲身体也不好 全家挣扎在生活的贫困线上 特别辛苦 每次回去 就是见到妈妈 就是特别的苦 然后就会很难过 辛苦吗 但是我觉得在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然后就是层次好了 然后以后就可以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生活 这时候的目标 马佳佳佳高中一年学杂费和生活费 至少需要2500元 而家里的年收入也就在5000元左右 要供他上高中 约大学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在有各级政府优惠措施的扶持 作为国家级贫困线 凝朗的高中学杂费 按低于国家标准40%收取 而像马佳佳这样的优秀学生 每年还能享受到普通高中 国家助学金政策 党的18届五中全会还提出 中国将逐步分类 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 率先从建当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 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 对于像马佳佳这样的贫困家庭学生来说 无疑是一个更大的好消息 我们对地方气候条件也不好 地理环境都是一些大厦 除了一些药材和水果以外 也不能搞很好的一些产业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 我们的做法和理念就是要 你治穷 就是要先治愈 或者叫做复制 把他那个治理提高上来 让他走出这个大厦 到外边去学习工作 家庭就能够得到一些变化了 宁浪县是国家级的贫困县 但是早在1996年 县政府就坚定了 治贫先治愈的理念 每年在教育资金上面的投入 都占到了财政收入的大约三分之一 为了狠抓教育扶贫 除了练内功 牛浪县还请来了外援 这些外援是谁 又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带去了什么呢 李金盛是宁海民族中学高169班的班主任 2004年 他经过选拔 从家乡海岸来到了宁浪之教 这一待就是12年 他和其他海岸老师一起 为群山环绕中的宁浪校园 带去了沿海地区 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又在实践中 摸索出一套 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 李老师最看重的就是课堂效率 他说 因为这对贫困县的孩子来说 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那么一开始我们这边学生 我也给他复制家庭作业 那么后面我就发现有少过 少过比少数同学他不理解 后面我才知道 那个同学他那个家里面还没统订 假期的作业给他减少 那么平时的课堂我们就要抓得更紧 效率要更高 这一天中午 李金盛叫上了班上一个名叫 何金龙的男生 时时呢 一起到学校外面的小店吃午饭 这是李金盛惯常使用的方法 一来好和学生谈谈心 做做思想工作 二来 也送给这些家庭贫困的孩子 改善一下伙食 这个来带去吃 谢谢 那个生物没了吧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这是这个 拿点那个胡适费的拿去 拿点好的吃一下 你看你这个都四个了吗 没了 拿走 拿个 十四个 何金龙的父母收入很低 但他一门心思想考云南大学 人聪明 就是成绩不太稳定 李金盛看着眼底急在心底 三天两头找他谈话 我知道他这个学生在脑袋关系上面的 就是缺乏这个十字以后的这个精神 不能进食 怕吃苦 那么我们清反被调动他激进行以后 他激进去就散来了 散来的时候他故意中身 这个热度又下去了 以前的时候就上课 上课的时候也不太认真 就是也不怎么抓实实 老师教育多了 自己比较害羞 就是有点 自知名或者是有点什么 在高169班 李金盛往往都是来得最早 走得最晚的一个 学生早自习 他监督 晚自习 他巡视 考试之后 他不仅要连夜批改试卷 还要坚持自己 把试题都做一遍 因为现在高考 现在这个亲密玩法 有让学生跳出体骸 我们老师要跳进体骸 那像您今天晚上 这里做提示 回去之后才能改卷呢 回去今晚 尽量地把它改出来 那得加班到几点啊 12点左右吧 12点左右 那明天早上呢 六点钟要进班 两个一通通 早上晚上 中午晚上 还是要去匆匆 这样两头黑的生活 李金盛已经过了12年 实际上 执教每三年一轮 每一轮结束以后 他都有回到海岸的机会 但是12年的执教生活 让李金盛 对宁朗的学生们 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加上初次的教学成绩 学校也对他多次挽留 李金盛每次都毫不犹豫地 选择留下 特别是很多学生呢 能够成功呢 考上大学 后面走上工作岗位 改变了他自己 还有他这个家庭的命运 改变这样一个命貌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虽然辛苦 但是很有意义 这个也很惯荣 所以我就选择留下来 2016年春节 因为高三放假时间短 而往返海岸在路上就要四天 李金盛的妻子夏九红 不忍心让他来回奔波 带着读大学的女儿 来到了宁浪一起过年 但即便是一年难得的两次团聚 李金盛更多的时候 还是自己待在书房里 忙着备课 母女俩则是静静地 在另一个房间 用电脑看电影 为了不影响李金盛工作 他们把音量调到很小 夏九红就是这样 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的工作 十二个寒来书网 他带着女儿从小学读到了大学 还给家里的老人养老送中 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我婆婆去死的时候 当时那个叫他回去吗 他说这边请不到价 但是也不是请不得 就是这课的话 这课不能耽误学生的课 如果要一爹请 还是可以请的 但是你学生的课 耽误了就没办法 你住了指教这个工作 那就要把它做好 妈妈有几个孩子 见我一个 这个 总是要不能算全 真的 来了 春节在这儿辛苦了 随着高森开学 回家过年的海岸舞师本 也陆续回到了明浪 这天 同住在海岸公寓的丁爱军老师 专门给李老师烧了点 加上了咸肉和腊肠 丁爱军和妻子蒋英 都是资深的英语老师 夫妻来一起在这指教 已经15年了 蒋老师因为 今年没有带高森 所以暂时还没有回来 但在这本指教纪念册里 连续五轮指教老师的合影中 都留下夫妻俩的身影 我在这儿 那个时候非常的受了 第三轮我们拍照 就是在当时的那个 凑产在修 还是地震都是叙事 上一轮我们就在这个 海岸老师指教 基丁被前面拍摆 一张照片就代表了三年 对 2月22号是远宵节 这天学校里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十四年了 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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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 二十年 来到学校里 夫妻俩 好多多 朱开宏 是海岸支教宁朗的元老 早在1988年 他就是第一批 三十五位支教教师当中的一员 离开多年 听说民族中学变化很大 他趁着自己身子骨还硬朗 专程回来看看 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我就想到 大家的手中 那家是一个这个 法庭 确实重视 确实重视 这个我不可想象 你走的时候什么样啊 我二零零四年走的时候 咱都没有 都没有 校园面貌今非昔比 这让朱老师吃惊不已 丁老师和李老师 又带着他 去教学楼前的海岸老师支教纪念碑 打算合影留念 没想到 在这里遇到了更大的惊喜 这是朱老师第一人来支教室所教的学生 一听说朱老师回明浪的消息 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学校 想再看望一下 二十三年没见过的老师 其实太激动了 我都讲不出来 挺好的 我还以为这位子见不着了 这个一百人是不能理解的 一百人 我是心里面是 就是一生中最好的老师 在我的记忆里面 尽管这天是远宵节 正是何家团圆之时 但许多朱老师的学生都赶到学校看望他 终于不绝的爱访一直持续到网上 这三位是朱老师第二轮支教师所带的学生 这一届学生 按照朱老师的说法 高一他接手时 摸底考试的成绩是最差的 但高考试的成绩却是最高的 这三位学生 先有两位在政府机关工作 一位在经营自己的电脑生意 他们也告诉朱老师 班上的其他同学 在大学毕业后 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儿时的贫困 如今已经成为了效忠带累的记忆 这就是我们几个 跑完的时候 一个人去打一份饭 然后就每人就拿一个勺 去每人吃两嘴就完了 如今他们命运的改变 让他们的老师很新闻 他们考上了学校 走上三位就业以后 手心解决自己家的脱贫 人家帮助乡亲 再再继续去做政府脱贫 这就是终极力量 而和朱老师同样感到宽慰的 还有另一位老人 他叫阿苏大领 于宁浪县县委书记 土生土长的他 明白教育 对于宁浪贫困人口的重要性 他告诉记者 建国后 宁浪是全国首批 28个国家级特别贫困县 而与经济落后相生相伴的 是教育的薄弱 学校教学质量普遍低下 直到1988年 宁浪没有一名学生考取大学本科 中考平均分数与周边县市相差100分 发展教育当务之急 就是充实师资力量 1987年 阿苏大领四处考察 瞄准了优质教学著称的江苏海安县 海安也积极响应 双方签下了木材换人才的教育合作协议 直到1988年 宁浪县还没有一个人考取本科 而时至今日2015年 全县共1926名学生参加了高考 其中本科上线已达1088人 江苏海安 云南宁浪 东西部两个发展久异的县 有着经济上的差距 更有着教育上的差距 所谓先富帮后富 二十三年来 二百三十三名老师离家八千里 从黄海之边飞向西部小梁山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到了高质量的教育 越来越多的宁浪贫寒子弟 通过教育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而如今他们又加入到了老师的队伍 他叫杨贤 是宁海民族中学高17岭班的英语老师 三十出头的他 是学校的英语教学部干 现在教的两个班都是尖字班 实际上杨贤自己就毕业于宁海民族中学 站在讲台上 看着台下的学生们 他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我们一直坚信的 就是只有教育才是唯一的出路 只有那个通过受教育才能够走出这个大山 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杨贤是家里的大姐 他还有两个弟弟 当年家中也是靠着深山里的积母土地维持生计 曾经一度因为凑不起学费而差点辍学 好像父母了只有一千多块钱 就是只能给我 只能就是给两个孩子交书 交书费 那么还有一个就交不了 但是当时我是那个 因为我是女孩子嘛 那个自尊心比较强 然后我当时听到 还有一个不能交书费 当时我就哭了 幸运的是 杨贤遇上了前来支教的海安老师 他们不仅帮他凑够了学费 更是支撑着他 走过了少年最艰难的日子 江苏老师他们的那个知识 比那个本地老师的知识要丰富 更有耐心 更加的细心 更有爱心 就是那时候我们初中的那个老师 初中的那个班主任 也是江苏的王兴隆老师嘛 那个我们条件是那个很艰苦的 有的时候真的 几个月吃不到一顿肉的情况经常有 所以的话有的时候在他家吃一顿饭 让我们感到就是我是感到很满意的 然后就是在生活上 还有学习上 各方面他都给我的帮助 如今杨贤有了稳定收入 他的两个弟弟在高中毕业后 也外出武功 因为有文化脑子活 现在在建筑工地上 从事技术工作 世世代代的贫困 终于在接第三人这一辈 彻底断了根 直到今天 只要说起当年的支教老师 杨贤总是心存感尽 他说 希望自己也能像海岸支教老师一样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 接受良好教育 掌握一技之长 这个是哪个学校 中山大学 中国队法大学 深南队法大学 云南大学 孔区孤山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上海副大 深南民政大学我的目标 杀进船大 马云大家都知道吧 知道 有没有事 没有 知不知道他说过一句话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 打工没技术 创业没思路 务农没出路 这是贫困地区劳动者 普遍存在的窘境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 接受良好教育 掌握一技之长 这是拔掉群根 阻断贫困 代代传递的重要手段 而想要弥补教育的短板 就得解决城乡 东西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 就需要有关部门 在观念和政策上 进一步的向贫困地区倾斜 加强东西部教育资源的交流 吸引高素质人才 投身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 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 如果能够受到高质量的教育 那么就可能会改变他自己 以及他家庭的命运 而如果有成百上千的孩子 得到高质量的教育 那么就有可能会改变 一个贫困地区的面貌 给他们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